各位同事,我现在会讲解一下如何在我们的书标签放进GC给学生做的网络测试 首先,你一登入书标签,你应该会先看到自己的书标签 然后在左边按到群组,再找出书标签 我们找到后,我们还有一个步骤,就是要把它复制到自己的书标签 不然,我们会看学生的成绩的时候,就会混合在一起 进入后,我们选择《试试 during school suspension》 我示范做三年班 我去三年班的网络测试 然后,我按《Duplicate》 我想新增一个进自己的书标签 我按《Duplicate》 好,你看到上面这里,有个箭嘴是《Back》 我们按下,继续《Back》 因为我现在要去我的书标签 我想放在我自己的书标签 在哪里放呢,你就自己决定了 你会不会想加一个标签,还是怎样呢 如果加标签,就可以在这里加 我自己本身一早已经加了标签,就是《School Suspension》 我就决定把它复制在这里 你们可以自己决定 然后,按《Duplicate》 它就会把这个测试放进自己的书标签 你还可以看一看,如果觉得没问题,我们可以按《Share》 然后,找回自己的Google Classroom 这里留意,记住是网上教室的 不要放回以前用的英文 Google Classroom 我们要找回我在3A班的网上教室 好了,去发布的时候,我们就不会立即发布,因为还有一些设定是未做的 所以我就会按《Send draft to Google Classroom》 然后,我们进入Google Classroom的时候,再加一些设定 好了,现在它应该是没问题了 那我去回我的Google Classroom 找回我的3A班 好,那进来,就可以去Google Classroom 你看到,其实一放在这里,它就会放在这个位置 因为它是完全没有任何题目的 所以,我们需要按这3点 然后,按《Edit》 然后,按《Edit》 好了,我们来到这个画面的时候 然后,再细編一些东西 首先,在《Edit》 我想再提到它一次 记住要看东西 那我就写 Please watch the video and read the instructions carefully before doing the assessment 这个请大家人手打下去 好,接着最重要就是 第一,我们什么时候不让它再做 那我们就选择个Due Date 那就是这个22号 那时间呢 就是24小时制的23点59分 好了,接着我们就要选择个TOPIC 那这个TOPIC就是网上教室的评估 那接着我们要设定 在明天的11点的时候做的 这个东西 好,接着呢 你进去可以再看看 《Schedule for tomorrow》 如果你不是 这里就写了Due Date 就是3月22号的23点59分 那这个指定就是 Please watch the video and read the instructions carefully before doing the assessment 那就OK的了 好,再提一提大家 那就千万千万不要在它还没做完之前 返回答案给它 你就一直等它完整 我们其实是29号才再返回 到时我们在WhatsApp再提大家 才返回答案给它 否则呢 它就会看到自己的一分 那记住 什么都不要搞 直到它做完这段时间为止 我们会再提大家什么时候返回 谢谢,拜拜 拜拜